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的准备自己 沐浴庚衣 旧的东西就要大数除了 全部的东西就不要 打数清洁 洗腊涕 但是我们今天的四经金句 就更加从积极正面的意义准备大家 要做一个义人 这样的话 我们说出的说话都是充满智慧 当然 这句的答句就是对应着《独经一》 《独经一》就说到蛇巴女王 来自南方的 去耶路撒冷 跟撒罗门聊天 在跟他的交往当中 发现撒罗门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 于是很惊讶 也很佩服 给了很多黄金 宝物 给撒罗门王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句说话来说 撒罗门王 就是这个义人 他倾吐智慧的口里 说出的都是智慧之刑 但不是他有什么叻 而是他是义人 是什么意思呢 义人就是事事仰賴天主 不断去寻求 想去自己所做的事无大小 都希望去寻求天主的旨意是怎样的 于是要 就是说 有时他人的努力 找天主的旨意也未必找到 有时也会错的 不过最少他是心悦诚服天主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是属于他的 于是天主是 确实 掌管着我 所以在这里 那个就是智慧的根基 所以 圣语上另外有一句说话来说 敬畏天主是智慧的开端 即是说要跟天主有这个 关系 敬畏他 他是我的造物主我是受造物 在旧约里面说 新约 他是我的天父 我们是他经过耶稣基督 我是他的子女 这个就是智慧 圣经里面说的愚蠢的人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 不承认天主 存在 不相信天主爱自己 不理天主就行事为人的人 这些是愚蠢的人 各位兄弟姐妹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叫大家背圣经金句 不是只是背圣经金句 而是背圣经金句里面 让我们的心里面 时时都 天主在 知道意识到 天主 临在我的生命当中 爱我 我是他的子女 他是我在天的大父 所以无论 遇到什么 挑战 困难 什么都好 什么负面 逆境 我都有力量 我都有倚靠 这个就是真正的人生智慧 二人的口 倾吐自慧 盛荣 三十七篇 三十节 别忘记 做年 妻子 似乎 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